歡迎大家收看喬寧日誌 1、2、3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寧日誌 今天喬寧日誌要帶大家來新加坡的超市 那我今天來的這個是NTUC的超市 然後我們要買冬至的湯圓 冬至的湯圓可能沒有像台灣口味那麼多 有抹茶、有布丁、還有草莓 對,新加坡的湯圓就是很簡單 很basic 對,有一點哀傷 好,我現在要到那個湯圓區 對,對,對,對 這邊是湯圓區 跟大家介紹一下新加坡湯圓到底有幾種口味 好,這是新加坡的湯圓Fair Price 這個是紅豆流沙 然後這是花生 它現在有在offer 所以是認兩個是3.15 新幣喔 所以它有花生口味 紅豆跟芝麻 然後現在我看到的完全芝麻是沒有的 然後這個是其他牌子 這個是紅豆的 對,這是其他另外一家牌子 對,Springhouse 第一家 它裡面有送花生粉 紅豆沙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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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紅豆沙湯圓 好 冷掉 這一個是一包是1.75元 那醬是幾顆啊 這是10顆裝 然後超市的也是10顆裝 然後它現在是兩個有offer 所以是3.15元 所以一個大概1.57元 對 好,那我們再去另外一個冰箱看 來買湯圓 冬至湯圓 這是台灣的灣仔碼頭 彩虹水晶湯圓 有三個 芝麻花生 跟紫薯 然後這個是單純是紫薯 這樣賣3.9塊新幣 那裡面是27顆 這個是 這個是20顆 好,這個是新加坡的蝦米 對,這是乾燥的蝦米 如果佐鹹湯圓的話可以用 這樣一包是7.2塊錢新幣 然後我看一下這個多重 這個是150克的蝦米 所以蝦米在新加坡我覺得還算蠻貴的 好 好,我現在看到一個乾香菇 乾香菇 一包是4.95元 然後呢 它是多重 嗯,這一包是50克 50克的乾香菇要4.95元 對,這是鹹湯圓的材料 那接下來去找香菜 好,我現在找到香菜 香菜的英文叫做Chinese Bosley 然後另外一個華文用詞叫圓芡 然後這一包的價錢是0.9塊 所以做湯圓可能會需要這個 嗯,這是新加坡的沙拉菜 可是我找不到同行耶 新加坡沒有同行 然後 這邊 這是地瓜椅 Babies baby 嗯哼,白菜 嗯哼哼,小白菜 就是菠菜 就是菠菜 藤茄菜 對耶,新加坡沒有賣同行 這樣鹹湯圓做不成呢 只能用香菜當鹹湯圓的料 okok 這是台灣的賣香奶茶 然後在新加坡的包裝 是英文包裝 然後這邊是賣1.7塊錢 對,1.7塊錢新幣喔 這是台灣賣香奶茶 這是中和水果 然後這是2.45 一樣是850克 那買這個好了 好,最後結帳前 再回來拿湯圓 它是2個3.15嘛 所以是任選2個口味 再拿2個 好,今天冬至 我們去新加坡Fair Price 買了2個湯圓 一個是花生湯圓 一袋裝10粒 然後這個是紅豆沙湯圓 然後這個也是10粒 分別都是200公克 那因為我們今天主持的是甜的湯圓 所以我要買了這個 這個是水果罐頭 它這邊是做Cutail用的 可是我今天拿來用在湯圓上面 登登 好像就等它再滾一下 因為這是冷凍的 所以我怕它有可能會吃到硬硬的部分 所以我讓它再滾久一點 好,我們現在是2顆紅豆 然後2顆是花生 所以我們1,2,3,4,5 我們總共8顆 所以一個人是吃4顆 所以它這裡面有4顆紅豆 跟4顆花生 大家分得清楚哪一個是紅豆 哪一個是花生嗎 哈哈 我在猜這個是紅豆啦 因為這個有一點點紅紅的 然後中間 還有紅豆 然後中間 中間 在那邊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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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也是红豆 这个是 花香 好 接下来就摆盘给大家看 我这边有两盘 一个是有两盘 我这边裂掉了 这平常是大哥的吃法 东西是有家水火Cuttail的吃法 我这边就好了 就是用来吃的 这个是有些这样的 我这边的地方 是有些什么 我这边的地方 都不一样 現在要做白盤 這樣比較好看嗎 拍一張照照光照 這是我們今天冬至的湯圓 新加坡紅豆湯圓加花生湯圓加水果咖喬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按讚 按讚